欢迎各位同学来到牛客网程序员笔试面试专题讲座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呢是与字符串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给定两个字符串 String 1跟String 2 请判断String 2是否是String 1的旋转词 所谓的旋转词是指 一个字符串 左边任意长度的子串挪到右边去 都叫这个字符串的旋转词 比如字符串1234 它的旋转词包括1234 它自己2341 3412 4123 这都是它的旋转词 如果String 1的长度为N 本题的最优解呢 可以做到时间复杂度为B勾N 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判断String 1跟String 2的长度是否相等 如果不等呢 可以直接返回false 因为我们知道 两个字符串如果互为旋转词的话 它的长度应该是相等的 如果在String 1跟String 2长度相等的情况下 那么就进行后续的判断 首先生成String 1加String 1这样一个大的字符串 然后在大字符串中 寻找它是否包含String 2这个字符串 如果它包含String 2这个字符串 那么说明String 1和String 2是互为旋转词的 如果这个大字符串其中不包含String 2 说明String 1跟String 2之间不是互为旋转词的 那么我们知道寻找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就是KMP算法的主要内容 那么用KMP算法来做这样的匹配即可 那么这么做为什么对呢 我们举例子来进行说明 那么假设String 1是1234 那么生成的String 1加String 1就是12341234 我们注意在这个大字符串中 1234是String 1的旋转词 2341是String 1的旋转词 3412和4123都是它的旋转词 也就是说在String 1加String 1这个大字符串中 任意长度为N的子串 都是String 1的旋转词 String 1加String 1这个大字符串 穷举了String 1所有旋转词 那么我们知道如果String 2它的长度等于N 在其中如果能够找到String 2的话 说明String 2一定是String 1的旋转词 给定一个字符串String String代表一个句子 请将句子中所有的单词逆序 比如说Pig loves Dog 逆序成Dog loves Pig 那么这条题目实际上代表了 字符串问题在面试中出现的一个常规的情况 就是不包含什么高深的算法 仅仅是考察代码实现能力的这么一个题目 那么它的做法是 之前应该实现一个 在字符串任意范围上 能够做到字符逆序的这么一个函数 那它怎么做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范围上的第一个字符 和倒数第一个字符进行交换 然后是第二个位置上的字符 和倒数第二个位置上的字符进行交换 这样一直交换下去直到到中间停止这样的交换过程 那么这个函数呢就这样简单的被实现了 那么在实现了这样一个逆序函数之后呢 我们看看整个的这道题应该怎么去调整 首先把句子的整体 所有的字符逆序 然后在逆序后的句子中 找到每一个单词的部分 利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逆序函数 把每一个这样的部分都逆序 这样的话最终调整的结果呢 看起来就是原句子所有的单词进行了逆序 给定一个字符串string 以及一个整数i 这个i呢 代表string中的某一个位置 那么请将这个string0到i的字符 完全移到右边去 i加1到n-1的右边的部分移到左边去 比如给定的string为abcdei等于2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是abc也就是位置012的字符移到右边去 45de的这个部分移到左边去 那么调整之后呢变成deabc 这条题目的要求时间复杂度为b勾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1 那么这条题目呢 因为有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1的限制 所以我们不能够使用额外的字符类型的数组 来进行辅助的调整 而是应该在原来的字符串上 进行原地的调整跟交换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怎么做呢 实际上是在string中先把0到i范围上的字符 做逆序调整 再把i加1到n-1范围上的字符 做逆序调整 然后把整个的字符 整体做逆序调整 那么调整之后呢 就是0到i这样的一个 左边的部分就完全调到了右边去 右边的就换到了左边来 那么实际上呢 与字符交换相关的题目 大部分呢是活用这样的局部逆序函数的 这么一个组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希望各位面试者能够重点掌握这种技巧 给定一个字符串类型的数组 请选择一种拼接的方式 使得所有字符串拼成的大字符串 是所有拼接结果中字典顺序 最小的大字符串 那么举个例子 如果字符串类型的数组为ABCDE 它可以拼接成ABCDE 也可以拼接成DEABC 那么ABCDE是这两个拼接结果中 字典顺序最小的大字符串 所以就返回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字符串的数组长度为N的话 那么这道题的最优解呢 可以做到时间复杂度为B勾N乘LogN 也就是进行一种排序 那么这个排序的结果呢 就是我在拼接的时候的拼接顺序 那么一般的同学可能会想到 按照单独每一个字符串的字符串 进行排序 比如说如果给定的数组是ABCDE 这样的一个数组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ABC的字符顺序小于DE 所以ABC排在DE的前面 那么拼接的时候呢 也是ABC先在前面 然后拼接DE 但实际上这样一种拼接的方式是不对的 举个例子来说呢 就是BA和B这样一个数组中呢 我们知道如果按照字典顺序排的话 那么B是应该排在BA的前面的 那拼接的结果呢 就是BBA 但是实际上拼接结果字典顺序最小的 应该是BAB这样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一种别的排序的方式 来实现这样一个整个数组的排序 那么实际上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排序方式 来对整个的数组进行排序呢 如果两个字符串 分别是死军一跟死军二 那么如果死军一结合死军二之后的字典顺序 小于死军二结合死军一之后的字典顺序的话 那么死军一就排在死军二的前面 换句话说是我比较的时候不是比较单独两个字符串 各自的字典顺序 而是比较两个字符串彼此拼接之后的结果的字典顺序 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排序呢 最终它整个的结果就是我的拼接顺序 按照这样一种排序方式得到的拼接顺序 实际上会让整体的大的突破串的字典顺序最小